高云翔二代报新证据,案发女主系最久,网友张希彻底亮亮,高云翔二代报新证据,案发女主系罪就网友。 正是,案发女主在车上和男人之间有亲密行为,即把男人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,是指出租车司机一度认为女人是同事特殊行业的人员。 高云翔从女主张希已在的修改证词也讲可以看出,三人之间是有亲密接触的,更有劲爆细节。 张希在于是为高和王进行KJ,这也是震惊的吃瓜群众,女主和王丁的关系应该是一直都表现不错的,因为两人甚至在杀青宴上还有漏爆,亲密更暧昧行为。 在酒店的视频中,王丁抢了张希的包包,后张希随王进进入酒店,王丁与女受汗人之后两人才打电话叫来高云翔,高云翔在房间一共待了35分钟,而女主也是明显的更倾向于高云翔,否则就不会把她打电话叫来了。 并且在五省庭中,高云翔也是一口咬定,女主是自愿行为,并非强迫,而大法官也是肯定了高云翔的说辞。 案子发展到此刻,已经对张希大大的不利了,高云翔就在近日,澳媒体又有新信息传来,在次开庭时,张希将与高云翔同出庭进行最后博弈,而新征检验结果是,案发是女主张希处于醉酒状态。 这一新证的出现,无疑对高云翔是非常的有利的,爱情较反转无疑,如果张希出庭,那么对她本人是非常不利的。 张希在庭上,要陈述那么多的不堪入目的细节,还要遭受那些专业律师的提问,这对一个女人来说,就是间接的羞辱。 我觉得,没有几个女人,能在心里上过去这个坎,再就是家山酒店的视频,以及新政张希醉酒状态。 如果张希不能提供高云翔是强迫行为,那么就属于是合一性行为,不存在性侵。 更何况还有传言是张希主动。 高云翔这一举下来,估计张希胜算渺渺,而高云翔获胜的几率将大大增加。 至于张希腿上的伤,不排除是王金的过激行为造成的。 所以高云翔有王回国了,案情反转也是太快,但愿能够早点结束,这对董璇是煎熬,心疼董璇。